大家好 我是廷哥 今天是11月13號 禮拜一來看我們三則科技五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好 我們來看第一則 我們大家現在手機都不離身 不管是平常你要在辦公室發送訊息 追劇 購物 都要靠手機 手機用太兇的話 一時電力用光 又不能充電 會這種困擾 如果你是iPhone用的話 只要記得一個小訣竅 平時就可以有效的節省 日本媒體報道說 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其中有一大部分的電力消耗 是來自於螢幕顯示的光源 因此 許多人如果 就大家 你沒有來用手機的時候 或許順手按下旁邊這個按鍵 按下去以後 關閉手機的螢幕 然後或者是用內建設定 你可以調整說 手機用多久以後會自動鎖定 這種做法確實能省電 不過有時候你忘了按鍵的時候 就讓螢幕一直開著的話 其實會浪費許多的電 設置了幾分後自動鎖定 可能也不好去抓時間 像如果你設置5分鐘太長對不對 就造成不必要消耗 那設太短你會不留神 你碰到螢幕就按下來嘛 所以其實想要鎖定iPhone畫面 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在放置手機的時候 把螢幕的正面朝下放置iPhone iPhone就會比照自動鎖定 所設定的時間更快速的關閉螢幕 而且他說在這個狀態下 如果有APP的虛擬通知 手機一樣是會反應的 注意的是就是自動鎖定的設定 幾分鐘都不會影響這些功能 如果完全取消自動鎖定的話 即使螢幕朝下的話 就不會去觸發自動關閉了 那他們就說這樣子 其實是一個省電的效果 看第二則 蘋果在9月發表iPhone 15系列經濟的時候 預告今年稍晚會加入iPhone 15 Pro 錄製空間影片的督有新功能 但是他還是要搭配Apple的Vision Pro來使用 才能體驗到沉浸式的3D效果 沒有意外應該在下個月就會上了 就是iOS 17.2 那目前釋出的是17.2的Beta版 Beta版2的測試版 那已經新增了空間影片的功能 也就是說 在iOS 17.2正式版推出以後 iPhone 15 Pro系列 你知道更新的這種體驗 只是說你要再搭配Vision Pro的話 它是價格在折台幣10萬塊 所以如果正式版沒有意外 應該12月份會推送 你也知道Apple Vision Pro 官方名稱叫做空間運算設備 在6月WDC 那時候首次亮相 然後我是已經有先率先體驗了 而且體驗完以後 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一定會買來給導演用用看 送我 沒有嗎 給你 沒有沒有 給你用 給你用而已 給你用而已 我們看第三種 根據外媒 他們報道說 蘋果iPhone SE的第四代 設計有像類似iPhone 14 但不同於iPhone SE的第四代 就iPhone SE4 它擁有4800萬畫素的單鏡頭 然後USB-C的接口 並且擁有了最新版本的晶片 他說iPhone SE4 那產品代碼我叫D59 那這個定位一樣預算導向 然後取代目前的iPhone SE3 蘋果計畫淘汰Home鍵的iPhone 並用了iPhone SE4 來引入全螢幕的外觀 還有更大的顯示螢幕尺寸 然後外型類似iPhone 14 然後支援Face ID的功能 然後有Type-C的接口 但目前不知道蘋果 會不會為了iPhone SE4 出一個Action Button 就是動作按鈕 可是目前推估出來就是說 它這手機又會比iPhone 14還輕 然後預計的重量會降6克 然後165克 這個可能是蘋果也會為了iPhone SE4 4800萬畫出單鏡頭的模組 也會把它加入進去 並且它用iPhone 14的中框 然後採用鋁金屬 由於目前是4800萬畫出單鏡頭的模組 因此可能背板要需要重新開模 就沒有辦法再來共用了 導演你心碎了 iPhone SE它會變大 而不是小 因為導演原本想說 那明年如果iPhone SE出來的話 如果是小的話 它馬上換 你心碎了 我就換13明年 好吧 晚上影片見 我可以注意看 我可以注意到